女人选择什么样的婚姻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选择一段婚姻前 男方的家庭女人也要多扭意 因为男方的家庭也是决定你未来婚姻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特别是这三种家庭 女人一定不要嫁 否则只会苦了自己 1.公婆蛮横不讲理 这种是最可怕的 因为婆媳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 如果再碰见一个不讲理的婆婆 那么你嫁过去 可以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如果再碰见一个对自己不好的老公 这样的婚姻简直就是暗无天日 迟早都会离婚 2.兄弟多的家庭 弟兄多了是非也多 家里有多个儿子的 父母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也许刚开始你没感觉什么 但是当以后成了家 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老人的赡养问题 房子车子分割 都会成为生活中棘手的问题 而且主理关系也很难处理 这些都会成为婚姻里的挑战 3.家方不正的家庭 这种家庭可能在周围都是出了名的 一般都是父母有什么不良习惯 或者有暴力倾向 都说上梁不正下梁外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 难免会受影响 如果你嫁过去 不但还要受外界的指点 还有可能自己谈上事 女人到了结婚的年龄 不要只考虑这个男人怎么样 一定要去了解他的家庭 毕竟婚姻是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 如果做错了选择 那么将是一辈子的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